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哪些民生领域的变化提高着人民的幸福指数 民生无小事 中国又将怎样持续做好改善民生这篇大文章 中心社中国焦点面对面 邀请到国家发展改革委 社会司司长欧小李对此进行权威解读 欧司长您好 您好 在过去十年 我国的民生领域取得了历史性全方位的成就 那么具体到社会领域 想请问您哪些进步最值得我们来关注 人民幸福是国之大者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政压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憨实民生基础 阻挠民生底线 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推动发展改革成果 更多 更公平汇集全体人民 让人民群中的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更加充实 更有保障 更可持续 这十年 中国人民实现了全方位的生活改善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坚持人民至上 生命至上 上至百岁老年 下至新生儿都得到了权力的救治 统筹经济发展和疫情防控取得了世界上最好的成果 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了十年九年 健康中国建设加快推进 人均育区寿命提高到78.2岁 文化旅游繁荣发展 文旅产品供给更加丰富多元 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基本建立 经常参加体育锻炼者能数比例达到了37.2% 人民群众生活方式更加文明健康 养老脱育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健全 养老床位近十年增加近一倍 规模超过了800万张 普惠托育服务实现从无到有 更好帮助亿万家庭 扶老邪幼 建成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基本医疗保险覆盖超过13.6亿人 基本养老保险覆盖超过了10.4亿人 全面建成小看事为目标实现后 我们不时时机推动生活性服务业 补短板上水平 大力发展普惠生活服务 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品质化 多样化的美好生活需求 确实像您说的 这个十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变化 其实它体现在方方面面的很多细节上 您能不能举一个跟我们大众 这个生活密切相关的例子 十年来一项项真真切切的实惠 一件件实实在在的好事 不断提升着人民群众的幸福指数 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 是党中央国务院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 是减少患者跨省就医 解决抗病难问题的重要举措 2019年以来 国家发改委废通有关部门 扎实推进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试点 和有序扩围 截至目前 已有20个省份 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加入国家区医疗中心建设 实现了三批共50个项目 落地实施 规划设置船位超过了6万张 派驻专家超过3000人 实现先进医疗技术 快速平移 跨省就医流向得到初步改善 按照工作的部署呢 接下来我们将把其余省份 全部纳入建设范围 实现全国全覆盖 目前正在抓紧推动 第四批国家区医疗中心 项目的落地 努力向大病不出省的目标 再迈进一步 那我们知道这个公共服务 它是既关乎民生 又连接民心的 那国家发展改革委 对于我国的这个公共服务体系的建设 有哪些整体的考量 未来将如何进行一个系统性的谋划 健全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改善人民生活品质的重大举措 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 有利于促进形成全国统一大市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 对于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 不断增加人民群众 获得感 幸福感 安全感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今年1月经国院批复同意 国家发改委 费同中宣部等20个部门 联合印发了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 对未来一段时期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工作 进行了系统的部署安排 简要来讲呢 就是要坚持一个原则 发挥两番力量 抓好三项工作 坚持一个原则 就是尽力而为 量力而行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 既要关注回应 人民群众的激难处判 努力满足人民群众的 美好生活需要 也要充分考虑 经济发展状况 和财政负担能力 活理引导社会预期 不吊高胃口 不过度承诺 实现公共服务保障水平 以经济社会发展水平 同频共振 发挥两番力量 就是要充分发挥 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的作用 区分基本公共服务 以非基本公共服务 政府保基本 多元处扑费 统筹各种资源 引导过方参与 形成政府 社会 过人 协同发力 共建共享的公共服务 发展格局 抓好三项工作 一是持续推进 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要推进基本公共服务 标准体系建设 着力补齐 短板 落下 全面落实 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 推动基本公共服务 实现物标人群 全覆盖 服务 全达标 投入 有保证 地区 城乡 人群间的 基本公共服务 供给差距 明显缩小 二是多元扩大 普费性非基本公共服务供给 要积极推动 政府 社会 市场 多元参与 围绕 托育 学前教育 现役 普通高中 养老 医疗 住房 等六大领域 快速增加 人民群众负担得起的 普费性服务供给 推动 公序矛盾 明显缓解 三是 推动生活服务 以公共服务 有效衔接 要充分发挥 市场作用 引导品牌化 标准化建设 不断丰富 高品质 多样化的 生活服务供给 既促进消费 满足群众需求 又为今后 公共服务 提挡升级 蓄势 处能 下一步呢 法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 党贼阳国务院的决策部署 非同有关部门 做好规划 过项任务举措的 换者落实工作 做到任务有失招 工作有时效 群众有实感 那养老是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一个民生的话题 那随着中国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 那我们如何来满足这个民众日益增长的养老服务的需求 中国养老体系建设的一个整体的部署和发展思路是怎样的 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后一段时期 我国人口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阶段 六十岁以上老年人年均增加超过一千万 在这个过程中 有两个特征值的关注 一个呢 是独生子女家庭 落宿进入老龄阶段 这个特殊的国情 意味着注重家庭养老的同时 要加快发展社会化养老 二是新进入的老年群体 消费意愿和能力更强 老年人需求结构 正在从生成型向发展型转变 为此呢 我们将重点围绕以下三方面呢 推进养老体系建设 一是呢 多种路径协同发展 首先呢 政府要强化 保基本都底线的智能 着力满足 所有老年人的基本养老需求 职密 职劳 特殊困难老年人都得保障 其次呢 扩大面向普通老年人的服务供给 通过完善规划 土地 住房 财政 投融资 人才 等方面的支持政策 实施普费养老专项行动 增加普费性养老服务资源 精准对接广大中低收入老年人 群体的养老需求 此外呢 充分发挥市场力量 满足过去化的需要 做好 营发经济这篇大文章 发展老年人食物消费 服务消费 信息消费 等养老产业 有效满足多层次 多元化的需求 二是呢 实施整体解决方案 十四五期间 我们创新采取 整体解决的方式 推进落实 组织全国过地 编制一脑一小的 整体解决方案 请各个城市 细化发展目标和任务 拉出一揽子 资质性的政策包 建立工作推进机制 加强养老体系建设 目前 全国有329个城市 报送了整体解决方案 我们正组织 专门力量进行研究 足够反馈了意见建议 指导这些城市 打造量身定制的 养老投育服务体系 到2022年底前 将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 推动全国所有地势 都制定好这个方案 三是调动各方力量参与 我们将通过中央投资的 支持和引导 带动地方政府和社费力量 加大投资力度 同时积极废通有关部门 深发发管服务改革 打造包容开放的发展环境 完善便利高效的 监管服务体系 让市场主体蓬勃发展 打造一批创新力强 品质优良 标准规范的 具有全国影响力的 为老服务优质品牌 引导老年产业急行发展 那我也注意到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是继续提出政府的投资 要更多的向民生来倾斜 其实人们也可以感觉到 现在国家在这方面 是更舍得投入了 那想请您介绍一下 近年来中国在社会民生领域的 投资情况怎么样 未来还有一些什么样的安排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民生保障 和社会事业的建设 历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政府工作报告 始终将保民生作为工作重点 强调要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支持力度 发展改革为认真贯彻落实 党中央国务院角色部署 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 是两拨千金的作用 统筹利用多种资金渠道 不断加大对社会民生领域的支持力度 这几年 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 是持续增长的 重点民生保障的能力在不断增强 19大以来 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 合计超过了3400亿元 2022年相比5年前增长了31.8 积极支持了教育 医疗 卫生 文化旅游 社会福利 体育 养老投资等领域 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 为提升地方公共服务设施水平 提供了监设支撑 近三年 社会领域实际已发行的 地方政府专项债券的近1.7万亿元 有利改善了公共服务基础设施条件 有效促进了各地公共服务供给量 值提升 政策性开放银行 金融工具等新融资渠道 也不断为社会事业建设注入新火力 补充优质公共服务供给资源 未来发展改革位将进一步坚持 三聚焦 聚焦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 聚焦人民群众激难筹判 聚焦十四五规划的100年二项重大工程 多措并举保障民生投入 持续发挥中央预算内投资压参使作用 组织实施好社会领域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六大专项工程 用好地方政府专项债券和政策性开发性金融工具等多种资金渠道 完善要素跟着项目走的保障机制 加快项目实施 同时要激发社会力量的积极性 引导带动社会资金 共同参与民生领域事业产业的发展 通过充分发挥有为政府和有效市场两种作用 促进形成多方火力 保障好基本公共服务等民生底线 切实提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和服务水平 促进形成多样化 个性化 高品质的生活服务供给 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 好的 非常感谢欧司长带来的解读 各位观众 本期中国焦点面对面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